4月成交面积同比下降49% 长沙在推新政 鼓励存量房出租不受限购约署 继上宽落户限制后 长沙又颁布了一项楼市新政 5月11日 据长沙晚报消息 长沙市住建局正式印发 关于推进长沙市租赁住房多主体 供给多渠道保障盘活存量房的试点实施方案 据新湖南客户端 红旺等报道 方案目标指出 长沙将进一步加快盘活存量房工作租赁住房试点 通过盘活 新建 配件力争到2025年末 筹集租赁住房不少于15万套方案提出 同时 方案明确 此举为畅通新房 二手房 租赁住房市场通道 引导刚需 改需和租赁需求的统筹与分流 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业主选择将存量房盘活工作租赁住房 协议中明确了出租方式 利盈年限 资金监管 交易登记 规范运营 保障安全 违约责任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 其中 两家具有租赁住房管理经验的事属 国有企业 出租方式方面 存量房业主与市点企业签订协议后 居需纳入服务平台监管 针对运营年限 方案明确 存量房工作租赁住房运营年限不低于10年 此房屋在服务平台 完成租赁合同备案之日开始计算 方案明确 保障性租赁住房市点企业部分运营费用 从长沙市财政资金中与专项资金保障 盘活存量房工作租赁住房的市点企业 房屋业主均可依法依规享受 住房租赁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 长沙市的住房租赁企业 需在商业银行设立租赁资金监管账户 向住房租赁企业所在地的区 现住建部门备案 并通过服务平台向社会公示 住房租赁企业的租赁资金监管账户 需与服务平台房屋交易资金监测专户对接 租赁住房的租金 押金 用金军应大入监测监管 方案提到 长沙通过全面打通新房 二手房 租赁住房市场通道 选择长房集团 长沙建发集团作为市点企业 开展盘活存量房工作租赁住房市点 实施范围为长沙市芙蓉区 天心区 越路区 开福区 雨花区 望城区 长沙县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市场普遍认为 这是一石二鸟的政策 不仅盘活了存量住房 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楼市调控 比如一位在长沙拥有多套房的购房者 只需要将房产全部租赁出去 将不再受限购限制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长沙过往购房政策了解到 在限购区域内已有一套住房的购房者 如果要想购二套房 需在首套房满四年或往切满六年后 才可购买第二套房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在媒体群点评到 长沙此次新政在设计上非常新颖 不仅满足了有房人群对住房再次配置的需求 同时还与房住不炒完美结合 避免了住和房炒二者之间的冲突 在李宇佳看来 该政策具备较强可操作性 是多方利益协同的结果 通过这个政策 有购买力的能买得起了 还能将其投入租赁市场 让没有购买力的人有房子住 此外 大量房子投入租赁市场 租金必然会下降 这也有利于降低新市民的租房成本 实现体面居住 另一方面 靠市场化手段 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保租房的筹集渠道 以宇佳认为 据克尔瑞湖南区域数据 四月长沙推盘的核心区域 主要集中在越路区和开服区 合计监测到23次开盘 平均去化率51% 供应量上 长沙四月新增供应量 94.75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47% 环比下降21% 创下近两年同期新低 成交量上 跌至近年第二低位 一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盐越进 则通过微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长沙此次新政找准了居民痛点 相关房源出租后 可以不统计为家庭住房套数 显然是具有振奋和刺激效应的 换句话说 虽然本意可能不是放松购房政策 但客观上也会带有松绑的效应 在严阅近看来 居民家庭若按照此次方案规定对外出租房源 可以实现一举两得 既对外出租了房源 也增加了购房资格或套数 意计会受到社会较大关注 从实际过程看 长沙对购房政策总体卡的是比较严的 此类政策表述很容易被认为是购房政策有松动 需要客观理解 同时 类似房子出租则可不认定 家庭住房套数的做法 值得整个行业关注